欢迎你个走 我是明星文公司董事长 欢迎你叫 我是吉兴养Lulu 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相信 就是这世界上没有童话 对 等一下要拜访这一对 他们就是如童话般的 美好跟美妙 简单讲就是说 长寿的一段恋情 你相信吗 从高中到现在 不离不弃 没有任何人 11年 他们听说感情很好 但是 好归好不知道能不能 通过我们的考验 是的 今天我们找了一个 充满幸福的地方 这里好多婚姻的那种信物 就是戒指啊项链 我们一边去逛 一边去找新人 没有 把他们骗来这里 走走走 去买一个去买一个 但是我如果 比较有感觉的 第一个印象是 就是我觉得是 子余的笑容 就是她那个笑容 这样我觉得是 觉得很灿烂的 所以让我想要 一直这样继续看下去 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其实我以前 个性没有这么外向 就是比较内向 我会比较害怕 自己去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 她就突然说 愿意陪我去 那个考场 然后她是 就是站在外面 等我考到结束 对 然后就觉得 很 很 很棒 很棒 对 对 好 那我 我这边的话 我怎么过去啊 怎么过去啊 可能要让她 对 对 对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这样 偷戒指了吧 对 对 那所以我们两个才决定 就是要再重新磨合 然后重新继续走下去 对 那这边再请分享一下 对方的三个优点 三个不够 要多讲几个 对 对 不够 穿口成瑜 好 好 先递一下名片你们 你好 我回来了 我是主席这样 你好 比照片还要帅 还要爆亮 这一对不得了 恭喜你们 你毕业了吗 大学 对 毕业了 我们好辛苦 刚刚 我们刚刚很像在偷戒指一样 卡的过来的 怕被你们发现 我们接下来真的坐下来 好好聊一下 真心聊一下 你干嘛一直 Oh my God 你干嘛 我很惊喜 我真的很惊喜 你都来报名了 应该就知道我们两个会来 想说婚礼当天才会见的 我以为婚礼当天才会见的 早知道我们今天就不来了 好 撒起 我的生活 始终的天才会见我的眼睛 陈宇&TACO 欢迎两位 他们是从高中就在一起 到现在有 我不相信 不可能吧 初恋都没有换人吗 没有 怎么可能 这样不会觉得撒起吗 对 不过那个时候是在高中 是吗 对 高中 高二 当时是谁 谁先主动 追了谁这样子 是我先主动 你做了什么 就是等于说我在 应该说 对她有好感之后 那我就一直想办法 去找机会可以接触她 你怎么想什么办法 就变成是有一天 她要去买便当的时候 漂亮 那我就跟她讲说 那我来帮你买 跑腿 对 我来跑腿 然后跑腿之后就变成 那既然今天跑了 那明天就进去跑 再买 对 这买了多久大概 大概半年之后 我们才在一起 买了半年才在一起 不会觉得太久吗 不会觉得耐不住性子 我想说她怎么都没有发现 怎么半年才有感觉 她一定有发现吗 对啊 真的没有 没有 这个买少根筋的 怎么可能 半年耶 还是她其实帮很多人买的 还是她本身才除立社打工 她是批发的 对啊 你只帮她买吗 只帮她买 半年 对啊 她都没发现 这很离谱吧 太离谱 你这不是少一根筋 大根 对至少 那后来你怎么发现 以及你怎么接受这份爱 后来因为就是我 就是长时间都有补习 然后就补完习 她都会传简讯 或者是什么 关心你 对 对之类的 然后简讯传久 就变成是打电话 对 然后就有一天中午 就是她的好朋友 就把她带出去 然后我的好朋友 也叫我说就是出去 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一个 就是类似顶楼的地方 然后就丢我们两个在那边 对 然后她就开始了她的那一天 我喜欢你 但是在隔壁而已 不用喊这么大声 都在顶楼 不是一个在下面 对比你知道在顶楼高校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才要喊好不好 有那个画面啊 就顺利就成功了嘛 一次就告白成功了 对 那从那天开始你还买便当吗 他男人啊 我还真是 还要想 有 有吗 还有吗 确定 确定 有吗 那你身为一个工具人 你不觉得这样好累 对不对 只有他一个人就工具人啊 为他付出就不是工具人吧 真的会这样 不过11年真不简单 中间有那么多义我过 后来还有 毕业之后怎么办 怎么维系感情 毕业之后 因为其实也考上同一间大学 所以就一直见得到 你好会做梗 好厉害 你还塞到同一间大学 对 怎么可能 你分数加减 什么都一样 分数一模一样 这么 好恶心喔 这个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真的 对不对 待会会有很多题目 跟后面的故事有点关系 我觉得他们应该蛮稳的 因为今天这11年 然后你看喔 现在毕业了 然后各种都没有 大学 都没有 好 请吧 白班准备着后面的故事 我们就开始出成题目 来考验一下两位新人 好 时间拉得比较长 所以我们要回忆到你高中的时候 好 先回高中 高中时期第一个情人节 对 交往之后 男生承语送了什么东西呢 对 我们刚刚没讲嘛 对 交往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那第一个情人节很重要 对 这个时候不送 不表态什么时候表态 对 哇 这个全世界很难找耶 什么东西啊 小北都没有在卖 很难找耶 到底是什么 好 预备 对 请翻牌 你看是不是很奇怪的东西 什么叫骰子项链 你送骰子牛我觉得还比较 骰子牛好吃 一块的要比较 所以很容易 喂 你们当时贵丢品的吗 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时候 毕竟十几年前嘛 然后一个小高中男生 对 预算有限 然后也没有打工 所以就是自己的零用钱 然后那时候好像只是 就是想要挑一个项链 对 那有什么意义吗 对啊 你应该送小美人鱼啊 公主啊 什么的啊 好像真的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因为预算不足 那时候还是在捷晕站 然后你叫我闭上眼睛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 这么小的东西 还要闭上眼睛 因为他要帮我 求婚才要闭 对啊 又不是要求婚 然后呢 他就要帮我戏啊 他还帮你戏 他还帮你戏 对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说手开一点 然后我就很怕我这边 这边 然后你打开就是 一个项链 看到那个骰子 你的感想是什么呢 那个形体 就是亮亮的项链 反过来讲 那一天他送你骰子项链 是第一次情人界 对 你有送他吗 我应该是做卡片 对 对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会 美工类的 女生真的很省 女生都是做卡片 就跟他花时间 女生都是这种花时间 来当借口 其实就是省吧 对啊 骰子链 你吃多贵 对啊 对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没 没过嘛 对啊 不过因为学生嘛 Puppy Love嘛 对啊 节省一点是合理的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高中 那时候男生 从后面这样帮你戴 其实就很紧张的 对不对 很浪漫了 都算Puppy Love 能够走到现在 成为社会人士 但是过程里面 竟然 是你有提过分手啊 插一下 好 那来问一下 陈宇在大吉的时候 曾经提过分手 大吉大学的时候 竟然提分手 刚刚我们好像 这故事整个很美丽 对不对 其实是有一些坎坷的 请翻牌 看一下 2到3 来 到底谁才是答案 你确定是2吗 你确定是3吗 我确定是3 你确定是3 你回想 在哪里 然后发生什么事 在我们班上 然后呢 然后他就来找我 然后呢 然后我就很无聊的 一个女人的第六感 就问了说 怎么了 干嘛 对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之后再说 然后我就问他说 该不会想要分手吧 这我也很白目 我就这样问了 然后他就 他就很直接 那你当时应该 我当时还没有哭 就因为我当时就想要理清说 我怎么会 就是这么突然 就是因为我自己忙社团 然后他忙去学会 对 那等于说我们两个 碰面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那一碰面的时候 可能因为自己本身忙 那我们一碰面很常吵架 就每次碰面都一定会 一定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是不是分开一下 可能分开一下 可能会比较好 对 那但是 就我一开始以为 我不会难过 我一开始以为是 可能就 就是我想要分开嘛 那应该还OK 但真的说出来的时候 是我先落泪 然后我才觉得 好像自己还是很珍惜这段感情 后来呢 真的分了吗 没有 就是因为 后来他也想要再努力 那我说的当下 我也很难过 那我也觉得 我们真的应该 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对 所以大概分手 原末一分钟 对 OK 这还好啦 这还好 那就和平解决 对啊 而且他们长达十一年的过程 只发生一个 是吗 只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吗 就这一个 怎么可能 好厉害 然后也不是因为爱上别人 不然那更复杂了 对啊 纯粹就是因为自己觉得 这个走不下去了 可是其实走不下去 有一个反向 就是说 我们再努力一下 对 对不对 其实就是没有什么 不能克服的 对不对 只要没有变心 对 好 这一对新人呢 我们觉得很温暖 然后两个人的互动 十几年 这光是这个就赢了 赢了赢了 然后感觉交情很深厚 聊天起来很舒服 对 那接下来呢 是要步入礼堂了 在婚礼现场 你们想听什么歌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 漂亮 很美 好 舞手 如果真的只能选一首啊 你们会比较 比较选哪一首吗 我会选 练习爱情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 它的里面内容完全跟我们 就是交往很像 你说歌词吗 就是我们算是彼此的第一任 所以其实对于一切 初恋啊 对 所以完全不知道说 什么时候要牵手 什么时候要干嘛 要练习 然后会有很多没安全感的地方 然后就变成是一起 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 这样就是走过来 真的 所以就会觉得 完全就是在讲我们 那你们希望谁来唱呢 等一下你们有自己的偶像 或喜欢的歌手 有 我们尽量帮你们完成这个 尽量啦 尽量啦 最喜欢的一个吗 对 最喜欢的一个 最喜欢那个 陈芳雨 那就是 就是 对 就是那一首的 这个是我们最怕的 因为有些歌哦 就他本人 他们都想要主唱 本人来 可是 你知道就 我们有时候都会找代唱的 代唱听起来 代唱是 就是代唱啊 就是 因为像我之前就有做过代唱 我遮掩这样 就是 蔡静雅来不两个 我就去唱 类似这样的 如果是我唱可以吗 也可以 也可以 他要跟我讲 他说我们明天上面 应该要再多写个录录录 这样 好 那你就背着背着 背啊 你呢 背胎背胎 你呢 我很想看到瘦子 瘦子啊 怎么会 怎么会叫瘦子来婚礼采场 就像我一定不会要 我们新郎不够帅是不是 新郎帅啊 可是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样有压力吗 可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他的帅 就是让我觉得 我也很想要 可以像他那样 对 他们好大气哦 好了 大概知道你们的梦想跟愿望了 我们就有期待 婚礼那天有一个很难忘的 这个午后的午宴 对不对 对 祝福你们 我们婚礼见哦 婚礼歌手 魅力小秘诀 用得生计仙女妞妞 让你轻松吃出仙女体质 赶紧搜寻仙女妞妞 这一集重金打造 天哪 我们要整个直接出国 然后要找这位歌手 对啊 这个就来巴黎岛 这个真的是太久了 太久了 很久没有到巴黎岛 为了拍这一期 我们还割一个14天 感动真的好辛苦 CP值好低 好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大直 不 巴黎岛AK大直 对 还没想到大直 有一个这样的世外桃源 很漂亮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嘉宾很浪漫的 跟我们约在这里 是哦 有一种出国的感觉 对 但他其实也是一个外国人 难怪他喜欢这种外国风格 对 其实想要这边也呼吸欲出了 他是一个点击率很高 个子小小 但是庇活量超大的 对 所以我们约在这边 是 这边有浪漫的群调这样子 他已经在里面点一好的咖啡 好 那我们去找这位婚礼歌手了 对 不能讲算的名字 TAMATICA 对 大揭晓 请问先生你在干嘛 闻香氛啊 我看不出来的是蜡烛 我喜欢香氛蜡烛 因为我这样看起来 很像那种七月半那种 鬼会吻那个蜡烛 就会吻就会吻啦 你脑中都装什么东西啊 好天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你 不要管我们不要管 谢谢你们的要求 对啊 来 帮你倒水 我跟你说 在这一对新人呢 他们就是真的是有在爱你 有在爱你 然后新郎更是爱你 对 真的喔 对 所以你出现他们会很开心 没错 你有唱过婚礼吗 有 有 有唱过 有有 但我爸爸其实 在我小时候是 part time的婚礼歌手 真的是wedding singer 真的是wedding singer 因为国外我们看电影 就是一定都会有一些 专门接客戈 但是它是part time的 对 因为我爸爸就是平日 他就是会计师 对 他很努力 这好反差 真的 反差很大 看数据啊 看数字 然后晚上是singer 对 周末跟晚上 就可以去唱一些 如果有婚礼的话 OK 你有跟着去看过那些 他工作的场合吗 我去过好像一两次 OK 对 我记得我爸爸 就是带他的吉他 然后会穿一个西装 然后一个红色的包裁 真的喔 好可爱 我好喜欢 所以但他等于从小就这样 他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没有… 太好了 我看我吧 好 好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候选歌 我们要让我们来挑选一下 这是那个我们这次的新演 好漂亮的歌 他们在一起讀 十一年 十一年 真的 十一年 高中就开始 高中喔 好不可惜耶 高中 想不到我高中 很难有人会弹那么长的 在这个时代 我都忘记我高中的 根本就是迷信演唱会 对 像是谁 但他们主要就写歌 都好听耶 都是爱歌 但如果是你呢 如果你觉得哪一首歌比较把握 如果是你 很棒啊 好像有可能是 不要太臭屁 对啊 可是那叫王大文如果来不了的话 对 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 如果 你可以一个人唱 要想办法 对 你之前唱校园有唱这个歌吗 就是谁 商业 我其实没有王大文 我没有唱过 真的喔 对 我下来我以为说 我其实王大文没有插 没有王大文没插 我没有唱过 我没有跟王大文唱过这首歌 你没有跟 对不起 我没有 没有在没有王大文的时候 唱过这首歌 谢谢 我每一次唱都有王大文就好 为什么要用反的这个说 因为英文很奇怪 你很难 对不起 我要翻得更好 我每一次唱他都在我身边 对 他都在 没有一次是他不在 那如果他真的没办法买 你可以一人分饰两脚吗 我觉得我要回去练一下 练王大文 对 他的词你记得 他的部分 他的词我记得 为什么 因为就之前一起唱 然后我们有一起练过 那我看现在是不是就是这首歌 太好了 这么快就决定 他们有指定一个 他们有指定 对 这是他们的列颗 所以他们真正指定的歌就是 Oh my God Yeah 练习一题 太棒了 感谢你 你好戏剧性 有吗 有那么高兴吗 很开心 Oh my God 因为我不知道就这么快 就会决定 我以为还要问人家 如果他真的选别手 因为我们也有别的嘉宾 是必须真的唱别的 对 所以你很幸运 我真的很幸运 刚好他们就是最想听 练习爱情 因为你他们说 你这首歌的歌词的故事 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 真的 他们从同学 然后第一次恋爱 然后开始知道怎么恋爱 对 练习爱情 真的就在练习 我们家练习 当人家的太太跟男朋友 你的出现会很重要 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但是 好期待 老规矩 不能只有歌手的身份 你还要有别的身份 让别人也赏开 因为还有家庭 还有宾客 所以我们希望你也能够 就是扮演别的角色 我懂 熟悉他们的那个 对 主要因为我们是婚雇公司 然后你要当我们的员工 OK 所以就不只是唱歌 你要做什么 要做婚礼事 对 OK 所以你的爸爸除了就是 唱歌之外 他们是做会计嘛 所以那天可能因为我们请你 做会计的工作 好 每个问题 会计啊 这种的 好吗 可以 好 好耶 太棒了 赞啦 赞啦 太好了 那就这个歌咯 到时候见咯 好 期待 谢谢陈芳瑜接受我们的邀请 然后希望他能够让新郎 尤其是新郎 吓到 不要被他们发现 我们希望每一集 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常常失败 常常穿帮 希望这一次 CAMBERLY妳要加油 加油 好 那我们就婚礼见了 好 婚礼见 好早 好早 才八点 史上最早的一集 还有没有 怎么没跟上 没人我看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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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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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吃中式的早餐还是 喜欢耶 OK吗 好 好可怕 好可怕 你不用 等一下 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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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早餐吃了 太接受了 今天起来 我五点五十五分 我的天 对 因为要去床 天都还没亮對不對 对不起 没事 不会的 要怪都怪他们 不能怪我们 我昨天有找睡 所以就觉得其实这样很健康 其实是这样 对 有睡局过 以前古代人就是这样的一个 规律性的生活 但问题是现在 也对 那你嗓子OK吗 就是一大早唱歌 你有那么早开唱的经验吗 有时候八九点这样 好像真的很少 因为平常早 早起是因为拍MV MV还唱 MV对嘴就好啦 对 所以就比较少 真的 我们这个节目要很感谢 很多艺人朋友 都愿意这样子 套诈出门 那我们也都是午夜 所以你们都很早就 不好意思 不会 如果今天还有别的任务 我们想的很多 那想说 你可以做主持吗 婚礼主持 我觉得很难耶 她的声音 那你放心了 我 本来是叫你去打扫 让她主持 我去 没有没有 我看她主持 我去那边 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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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她的声音很明显 我发现因为她妆很浓 那整个会场 对 她的眼睛超好认 整个会场只有一种人 可以化那么浓的妆 就是她本身也是化妆师 新娘 不是啦 新娘之外 不能眼 她本身也是化妆师 新秘啦 对 就是她来帮人 新秘为了要对 可是新秘很近耶 这样才好玩啊 好不好 你就叫她闭上眼睛 这样 对 看上面 对 好不好 对 不 看你就太明显了 你可能要这样 看上面 然后看起来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OK 我会好好演 那你要适时的跟她 讲一些话 就是 就是像刚刚那样子 然后但是不要 不要漏洩 就不要漏洩 他一个不讲话的啦 那个收钱 收礼金 两个 其实两个都在第一线耶 你数钞票 我可以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就在写 待会我们找一个小帮手 陪着你 让他教你怎么样 专业的SOP OK 太好了 太好了 两个都在第一线 好 OK 时间不多了 太贴心 去早餐 OK 你在玩人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彩排 回到学校 不要下次对我们的歌手 來 请坐 謝謝 太客气了 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好 好 没问题 辛苦了 OK 謝謝 超死的 這邊場地其實还不错耶 你看还有那个戶外游戏区 健正婚姻起点 大咖献唱祝福 婚礼歌手要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感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幸福的小铃铛喔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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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观看